我们今天没有烧饭 去参加表妹女儿十岁的生日宴了 一共办了十桌 表妹特意交代了 让大伙都过来吃 而且呢不要带红包 二晚生日歌 让他们兄弟姐妹拍个合影 你想让每一个小朋友都配合 摆好知识真的太难了 不过等他们以后看到这个照片的话 也是一个特殊的回忆 小寿星现在开始切蛋糕了 吃完蛋糕 小朋友们开始送礼物环节 每个礼物都是他们精心挑选的 我发现了 在酒席上小朋友碰到一起 基本上都是不吃饭的 都在玩各种玩 开席了 先上的是凉菜 不过我肠胃不太好 这个三文鱼拼盘 我还是得先垫点肚子才敢吃 没想到这个糖蒜是今天第一个光盘的 味道调得很好 而且很脆 史上热菜了 澳洲龙虾 帝王蟹 这个应该是东兴斑吧 这个是蒸鳗鱼 番茄牛腩 鲍鱼 猪鸡蒸三鲜 烤羊排 烤蹄棒 接下来是素菜 梅干菜腊肉蒸笋还不错 这个是大头菜 还有青菜 今天的主食是 荷叶甲午花肉 干菜汤上来了 说明今天的菜品上齐了 不过我们这一桌今天吃了两份三文鱼拼盘 隔壁这桌搬过来的 这桌都是年纪有点大的 对他们来讲 生的东西就吃不大习惯